嗨,哈啰,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,大家好,台北市社会企业大利多, 台北市政府2019年3月13日正式发布专属台北市社会企业的利多措施,台北市社会企业启动融资专案,由台北市产业局与玉山银行,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,台湾中小企业联合辅导基金会及民间四大社会企业育成单位,活水社会企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,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, V型企业协会,社企流股份有限公司,共同合作,成功跨域整合产,官,严及法人单位,提供设立于台北市之社会企业可申请每家最高300万元之启动贷款,利率更创台湾全国政策性免担保贷款措施中之最低利率,仅1.6%。 台北市政府希望能借由更多金融业的加入,一起共筑更友善及永续的社会企业产业营运环境。 记者邹志中报道 社会企业在台湾 台湾的社会企业已迈向全球化趋势 从早期民间自主关怀到政府政策极力倡议 时至今日不仅充分发展出台湾特有的中小企业规模 也扩大了社会公益实践的格局 然而,面对世代差异、经济转型、人口高龄化、城乡发展不均等急迫挑战 未来台湾社企必须与更多创业思维 站在成功案例的肩膀上开出新局 台湾社企的展望 唯有在政府积极培育的肥沃土壤 资源无界交流的新鲜空气 全球前瞻的趋势阳光中 才能形成健全生态系 使怀抱理想DNA的社会企业蓬勃发展 既有扩散影响力的种子 循环出盎然生机 现在,政府已打造出友善的新创根基 期盼协助具有关怀意识 壮志雄心的企业家 参与社企的双赢中 使社会茁壮更多正向、繁茂的果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